见到佛光,你往生的运行,坚定了,你念佛不会再改动了,念佛最怕的,扎修。 他不能专业,见到尽教,想翻翻,想学习,见到参禅的,喜欢蝉, 见到直接的,也想穿一大布,直播,好不好呢?好,能不能往生,不能往生。 为什么?欧一大四说得好,真正往生,是要幸运痴迷。 功夫要专业,专一就能往生,不能专一,不能往生。 我们是杂修啊,什么法门都想。甚至外道的典型,世俗的。 这些书本,都想学习,都想看看。 没有想到,精干经上佛教导我们, 法上印实,后宽,非法,法上佛法。 八万四千法门,统统要放下。 一向专念,佛在这个经上指使我们呢。 信徒怎么修? 法菩提心,一向专念。 阿弥陀佛那个专字要记住,不能夹杂。 我专念,我专念很重,我没办法专修。 我修个忏悔法,好不好? 错了。 你要修忏悔法,念佛修最好啊。 潜清,潜浓年间, 慈云灌顶法寺, 那是党那一代的大德。 江津教寺, 住宿登神。 日本万字学长收他的住宿, 二十多钟啊。 他在关键直指里面告诉我们, 我们的罪业, 实在是太重了。 在大藏经导致些金餐, 无论闲教迷教, 都不起作用。 你怎么办? 观点法是告诉我们, 最后还有一法, 能帮助你, 灿除 深重罪业。 什么法呢? 诸安妮阿弥陀佛。 这是一位通宗通教啊, 邪密圆容的大法司。 楠言神咒, 没有人读解过啊。 他的楠言经读解里头, 楠言神咒都读出来了。 唯一读这一家, 没有第二家, 诸楠言神咒的。 你看他教我们, 诸安妮阿弥陀佛。 海岸心老和尚常讲, 他老人家的口头缠, 天下无难死, 只怕心不转。 这真的, 一点都不假。 我们的问题, 全在不能转心。 一心, 不值二用啊。 太多用途了。 我们的精神不能几重。 意念不能几重。 都是妄想杂念太多。 所以功夫不得理了。 那知道。 很多人知道, 可是回不了头来。 那古人有一句话说, 生死心不切, 这一句话说得太好了。 我们没有把生死看清楚。 大宁明忠实。 还是随意流转啊。 把往生极乐世界忘掉了。 这个才够好。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, 念念都要求生净土, 把它养成习惯, 这问题就解决了。 不养成习惯不行了。 对待会儿。 这个。